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手头也越来越宽裕了 于是他们心里开始萌生 想要去国外定居的想法 觉得国内待久了 眼界不开阔了 总觉得去外面转转 喝点洋墨水回来 整个人生格调都会变高许多 一到节假日 他们便拿着早就订好了的机票 飞奔机场 准备开启国外之旅 运气好的话可能平安外出平安归来 运气不好的 比方说刚好在旅行期间 这个国家发生了战乱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国家将会切断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往来 时事管制 这时候再想回国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焦躁不安中 等待祖国派人前来接他们回国 别的咱不说 就拿中国救援速度指一块来讲 任何国家都比不上我们 因为即便乔宁身处千里之外 只要他们有危险 不管是一个还是很多 我国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过去接他们回国 中国这样的态度和做法 也让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不已 因为当在异国他乡身处险境的时候 唯一能寄予希望的 只有祖国 所以 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 看到中国撤侨军队抵达战乱区时 中国侨民们见到解放军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中国救援队总是能第一个赶来 最早离开 留下其他国家的侨民们在那里木凳口呆 他们心里感叹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么好 他们眼看着中国救援队的离开 渴望自己也能乘上中国的军舰离开 其实还真有人这么做过 只不过不是中国人 而是一些日本人和韩国人 他们为了自己求生欲望 不计假扮中国人 想以假乱真登上中国的撤侨船来避难 因为同温亚洲人 在肤色和长相 以及身高上都相差无几 如果不开口说话 景平肉眼真的很难分辨出来谁是中国人 谁是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 所以很多时候 日本人和韩国人想钻这个空子 登上中国的撤侨船 但是有一点他们忽略了 那就是他们没有属于中国人的护照 所以在登船时 解放军都会挨个的检查护照 进行照片比对的 但是这些狡猾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声称 自己的护照在逃跑时掉了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 但他们想多了 因为解放军还有一招 就是好考他们的中文 中文作为中国人的母语 即便是生活在国外很多年的中国人 中国话还是不愧望能说得出来的 但是近年来 随着汉语的不断国际化 很多国家已经将学习汉语列为重点教育科目 所以即便考他们的中文 有些汉语说得不错的日本人或者韩国人 还是有机会蒙混过关 在过掉这些关卡之后 接下来这一招 是解放军区分是否是中国侨民的绝招 如果这关过了 那才能真正说明是中国侨民 否则就拿护照来 那么这招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唱中国国歌 对于以下假冒中国人的日韩人 连中国国歌曲都没学过 更别踢唱了 就算唱也是找不着点 所以解放军一招就能区分出到底是不是中国侨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